众所周知,太平天国运动诞生了一批杰出的男性领袖,如杨秀卿、冯云山、李秀成等,同时也有一批女中豪杰脱颖而出,名气最大的如洪宣娇、傅善祥和苏三娘。 洪宣娇自称梦见过天父,顶着天妹的名义成了洪秀泉的妹妹,后来又嫁给了萧朝贵。 傅善祥出生书香世家,但命运坎坷,从同样戏变成了寡夫,还差点被卖掉,直到太平君出现,她才算是找到了救星,一扫之前的人生阴霾,凭着出众的才华,成了杨秀卿的机要秘书。 最下爽英姿的药手苏三娘了,她是太平天国中名副其实的女战将,从饭店老板娘到造反派,从天地会到太平君,她的一生亦颇具传奇色彩。 据统计,太平天国娘子军在最盛时期达到四个军,十万人以上。 那么,在天国陷落后,这些女子们的结局又如何呢? 我们先从太平天国为何设立女营,女官说起。 今天起义后,洪秀犬发布了第一道命令,就提出了,别男行女行,即设立了男营和女营,严禁男女混杂。 即便是子女探视父母,丈夫探视妻子,也只能在门手问答, 想离书五帝,不得踏入女营中,如果男女包括夫妻私自同宿,就会因为犯天条而被言行诸禄。 为什么实行男女营分管制度? 在太平君的《天情道理书》中也有提到原因,主要在于起义初期,大多教徒都是脱嫁带口而来,父母妻子博叔兄弟都在一处。 太平君中男女老幼都有,为了适应创业之处的环境,以恰当的形式加以组织管理,也是有必要的。 历代王朝对于造反派实行的政策都相当残酷。 秦王朝为镇压太平君也不例外,皇帝曾专门下过几道上语,责令地方官搜寻和挖掘太平天国领导人的祖分。 对于参加太平君的家属,一旦被抓获,必然逃不脱残酷的迫害。 在这种情况下,全家参加革命就成为一种最理想的途径,一来解除了革命者的后顾之忧,二来也扩大了太平君的队伍。 对于加入队伍的一家大小进行分兵管理,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为保护严密的组织形势,严管,军事纪律,暂时地放弃家庭生活,大多数人都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女营的设立也就为太平天国女兵的兴起提供来源,所以,在起义初期,男营和女营的管理模式更趋向于一种战斗组织形式,男营女营更有任务。 在这一时期也涌现出了不少女英雄,如上述提到的苏三娘就是其中之一,她原本嫁给了天地会的头目苏三,因而人称苏三娘。 后来苏三被清军所杀,她拉了几百人自立为王,一心要为王府复仇,身跨战马,白衣白甲,手持战二铁三叉,腰横秋水,燕领刀,率兵寻众,但是却因寡不敌众没有成功。 之后由于受清军的围剿而步履为奸,她率两千多人投靠红袖犬,在广西武宣台村加入太平军。 苏三娘凭着自己的身份与能力,队伍按照男营女营分辨后,她自然成为太平军中的女统帅,在杨秀卿账下负责中军大营的警卫任务。 后来,她一路跟着洪秀权从广西打到南京,期间都有不少英勇表现。 太平军在占领武朝后,又实行男女分管的政策,即男子集中于男管,妇女则集中到女管,这一政策当然是在前期男女分营制度的基础上确立的。 但这一时期的女管与初期的女婴还是有区别的,首先,动机有变化,比如太平军初入南京时,社会秩序不稳定,时不时有暗杀事件发生,太平军更担心的是,城内人与清军相互勾结,来个里营外合。 所以,把全体居民组织起来,悉数编入馆中,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打击敌人的作用。 但这种以破坏家庭组织形势为前提的政策,注定不得人心,也自然走不了多远。 家破人亡作为最大的不幸,这是中国人最不能接受的事情。 其次,来源构成也不一样了,女管人员混杂,几乎囊括了一个城市的所有女性,她们并非都愿意为太平军效力,也并非都能上战场杀敌。 因此,她们的分工也就更加细化了,更多承担的是后勤工作,比如负责作战士挖好沟,收割稻谷的农果,日常的挑水,复米,削竹俭等劳动,搓麻绳等日常劳动。 再如江南女性有地域特点,会刺绣的人会被编入锦绣营,在太平天国南京戎庄街就有八千多名江南秀女,她们专门负责天国官员的官服和普通战士的战袍。 第三个特点就是,女管人员众多,据张德坚在《女官女军述》中记载,天津盛世时城中女子数量大致如下,女官6584人,女军10万人,女秀公8000人,女使5200人。 这样算来天津城内的女官人口达到12万左右,所以在管理上就比较废地了。 女管一般原则上以25人为一方,但一人数太多,也有以50人、60、70人为一管的,甚至又出现一、二百人为一管。 每一管都设立有女统领,通常有参加太平军较早的管西、湖南籍的女战士担任。 术管或十余管又设立女组长,在组长之上还有女帅、兼军、总制等,她们过着统一的共济制生活,每天统一发配两米,其他时间都要进行劳作,强度也很大。 那么对于十万女军也有严格的管理制度,据北大国学课一书所述,女兵以军为单位,每军2.5万人,并分为左、中、右、前后五个部分。 每个部分有五千人,作战时都有明确分工,个型其事,不论是进攻还是防守,都不会凌乱,进退有度。 但是,在攻克南京之后,太平天国的战场上就极少用女兵作战了,因为长江沿岸的女性有裹脚的习俗,而此时的女性大部分属于鲁略来的。 或是南京陷落后的俘虏,不管是从身体因素还是心理因素,都很难参与大规模战争了。 因此,女军在起义初期参与较多,到后期随着男女管政策的变化,男女之间不再有严格的界限。 未婚女性就要选择嫁人,承担家庭责任,做起了后勤工作。 那么,太平天国真正参与作战的女兵,她们是否如传说中那么强悍呢? 太平天国的女兵到底有多强悍? 1856年,太平天国发生天津事变,北王韦昌辉在清除了杨秀卿势力后,试图将事态扩大,滥杀无辜。 石大开要不是跑得快,也得惨死于她的土刀之下。 后来发展到围攻侯秀全所在的天王府,在紧急关头负责守卫的一群女兵舍身忘死, 抡着刀,持着枪,冲杀在前,誓死保卫侯秀全,最终击退了北王韦昌辉及其手下。 由此可见,这些女兵的战斗力还是很强悍的。 上场作战的多为早期参与起义的广西湖南籍女性, 她们大多为客家人,没有缠足的习俗, 长期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身体素质好,有满脱之称, 所以打起仗来也不输男性。 比如,在早期的牛排领之战中,女军就发挥重要的作用。 今天起义后,太平军以牛排领为主阵地, 在广西桂平县江口渔设访。 1851年2月清军前来围剿,在罗大纲的带领下, 数千老幼妇女巨守在江口渔上,为蒙骗清军, 她们在岩浆的空屋中击鼓,一字掩护大部队, 趁夜前往牛排领。 张德坚也在贼情会算中记载, 说太素有女军涌见过于男子, 临阵皆持谢接仗,官军受其其训。 在《精灵鬼甲记事略》中也有记载, 在1853年至1854年期间, 太平军进攻清军的江南大营时, 有时也会让女军挑着装满坑的大箩筐跟着。 男军得手后留下女军清理战场, 用坑来填埋废弃营地的壕沟, 同时还可以把战礼品用空框来挑回去。 尽管太平天国女军被不少文学爱好者吹捧, 但史料对她们的记载却是有限的。 像名气很大的红宣娇, 有人说她就是杨宣娇, 但在史料中并没有相关记载。 再如苏三娘在史料中仅有广西天地会议军中一股势力的领导人, 其余不祥。 还有傅善祥也只有太平天国一个个女状元的记载。 大多这些女性的形象都是经过民间演绎的, 可信度并不高。 毕竟太平天国所提出的男女平等仅仅只是为迎合教义, 实践中是完全达不到的。 因此,就相关有记载史料, 我们不难判断, 太平天国的女军战斗力有限, 在战场上主要还是发挥辅助作用, 一般不作为主力。 除非特殊情况像天津事变保卫红秀全这样的世界, 不过, 他们在前期的作战中也有出彩的表现, 至少给清军制造了不少麻烦。 那么, 天津陷落后, 天津城内的这些妇女和女兵都去向何方了呢? 在电视剧《太平天国》里, 当天津被清军攻打时, 红旋交和李秀成一起投入战斗, 他组织了一批又一批的女兵, 大刀、火枪、肉搏, 用他们的血肉试图筑起一道防线。 1864年7月19日, 天王府已是一片火海, 女兵们在经历了一番厮杀后, 红旋交带领着最后一批女兵抱着炸药包跳上了石阶, 曾国权健壮立马抱头鼠窜, 只见红天交用沉重而又悲壮的声音高喊着, 天国礼剑, 太平天国的姐妹们, 随后引燃了炸药包, 一群女兵饮血天王府。 以上是电视剧里的情形, 那么现实版的天国女军是否也如此悲壮呢? 恐怕没有悲壮, 尽是悲惨。 实际到1864年时, 天津城内的人口已大幅下降, 女军人数更是寥寥。 首先, 由于太平军与清军的交战次数越来越频繁, 造成大量人口的死亡和逃亡。 太平天国战争期间, 交战双方的伤亡都很高, 其中南京战场太平军的死亡至少达24万人, 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女兵。 另据谢介贺的《金灵鬼甲记事略》记载, 从门牌制度确立到1853年7月到1854年6月, 女子数量减少了近2.7万人。 再根据金灵杂技的技术, 淘宝与死亡的比例在2比1, 可以推断出淘宝人数也占到一半。 而这只是近一年多的时间, 其次,由于清军大规模围剿, 天津屡次发生粮食危机, 这就导致太平天国不得不选择 大规模的释放非战斗人员。 在这些非战斗人员中, 放出最多的人员就是妇女。 即便是女兵也不例外, 据张德坚《贼情会传》记载, 至1855年末时, 江宁女兵就仅剩4、5万人了, 与之前的10万女兵相比, 已释放近5万女兵。 第三,还有一部分女性因过度劳累而死去, 由于清军加大了对太平军的进攻, 双方交战的次数越来越多, 对后勤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强。 女性在后勤上承担较多的事务, 对一些国家女性而言, 高强度的劳动损害她们的身体。 据《平定月寇》记录记载, 沉重的劳逸压抑的心情, 导致数十万人死亡。 在经历了高强度的战争之后, 至1864年7月19日, 清军攻占南京后, 得到的基本是一座空城, 城中人口仅有三万左右, 除去居民外, 太平军的数量不过万余人, 有战斗力的不过三四千人。 清军进城之后, 又进行野蛮的抢杀掳掠, 他们冲进天津, 除了抢金宝就是掳女人。 尽管有禁令, 时机就是一张废纸, 高级将领, 彭玉菊, 易良虎, 萧福寺, 张诗约等带头抢劫, 以至城中向外载送的车水马龙, 装运护肩负的都是财帕和女人。 不少天国贵妇沦为乡军将士的战利品, 红仁达的一个妻子赖世, 就被乡军一名普通军校掳掠, 带回湖南乡间。 另据张继庚在给向荣的报告里说, 破城后广西妇女一进诸禄, 断不可顾心设之, 以其人皆永恒, 曾半排刀手出城巨战, 可见还有一部分妇女女兵遭到杀害。 对于太平天国情况, 曾国藩是最了解的, 弗鲁李秀成后不仅让她写了近三万多字的报告, 还组织人手编写了贼情会传, 这些都是太平天国的见证。 从上手述, 太平天国女兵被传得神乎其神, 现实中并没有那么多光鲜亮丽, 她们的命运最终也是一场时代的悲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